左边看这个画面 用BS来看 政府是不是带头涨油电呢 因为物价跟着涨的结果 半月以来 透过我们这画面当中 您看到已经有64种品项悄悄涨价 公平会却说他们只掌握了20多项 差了三倍之多 民众认为政府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 现在连白米也要涨 5月份开始包装米恐怕再涨两成以上 用电量比较多了 像是美法液跟洗衣店 最快6月份通通都会反应 我请教师这个医院 我记得陈冲说 好像涨可以控制物价影响2% 2%以内 2%现在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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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60% 这样几% 20% 20% 刚刚米也是20% 动不动都是10% 20% 什么叫物价指数控制在这个所谓2%以内 你油电双头带头去涨 然后这样两头烧的结果 百叶能够不涨吗 来 医院 不可能控制在2%以内 那为什么呢 物价现在全面失控了 政府也没有办法 已经没有办法控制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举个例来说 你这个 我上次有在这里提过 你的巴士从北到高雄 它总共基本费用7000块钱 它就已经涨一成以上了 一成以上 7000就变成7700了 北高的一般的来回10400块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已经涨到11500块钱了 它的涨幅已经到这已经至少10分之一了 今天我看永乐市场那边有一个卖得很好吃的杏仁兵大哥 他生日很好 每一天都白对白很长的 他跟我说一天可以卖 以前卖400万杏仁兵一天 这几天就关事这些调涨 然后大家心理压力很大 他这几天都到300万 你算一算 它减少的就是25% 少这么多 那这个只是一个摊贩而已 它明显的会显示在各个方面 所以米一定涨 米涨了之后路边摊的楼子饭会起吗 一定也起 便当会起吗 一定起 卫星座一定起 所以它不是64种也不是20几种 它一定是每种都起 所以它会回到了我们十几二十年前 那个通货膨胀的时候 房价本来当时我记得 我们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一间房子在台北小城 它是300多万 当时大家都嫌贵 后来在一年之内 一年之内变成了720几万 就是当年的台北小城 所以我印象非常清楚 那个通货膨胀的时代要来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清楚的记得 我很仔细的看了昨天的立法院 昨天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 一堆的连国民党的礼物都跳出来 都说不行啊 不能涨啊 一定要做成动场的决议 连国民党的立委的提案就一头发口了 我很仔细的看 当时在现场 国民党的书记长许耀昌 竟然跳出来 他技术性拦阻说不行不行啊 怎么啊 就挡了一下子 接着他说那拜托主席 当时主席是民进党的高志鹏 说那你也让我们部长讲一下话吧 结果部长上去讲说 各位立委们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了 你们都要求油电什么什么都不能讲 要控制物价 我都知道了 但是很抱歉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各位的决议 所以刚才说那些 立委都跳出来都秀了啦 国民党的立委也秀了啦 大家都讲了 可是国民党的部长很公开说 我就是做不到 人民怎么办呢 所以我今天遇到了很多 那种家里两个小孩 念大学的那种小孩 那种妈妈和家庭 那后续的压力非常大 小孩到底要不要 以后要打工 是不是要打更多呢 那以后穷人的书 是不是能够念书的时间越少呢 贫富差距的时代要大来了 他为什么敢这样子 你知道吗 等一下家隆你要帮我们还原 从4月2号 那个时候你们要求 就是油价春 报纸细借的部分 不能再涨了 要求要去还涨的部分 4月5号 当时苏振兴也提案要求说 油涨之后接下电 不能够这样油电双涨 你国营事业 冲击到民生物价 是非常严重的 当时立法院4月5号 也做成决议哦 还要呢 4月5号做成决议之后 七天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 经济部长依然宣布了 这个政府在做什么 你可以违反吗 可以违反到 我们的国会的决议吗 我觉得这不只是 不尊重的问题 而是可能违宪 你违宪就算涨价 根本就没有道理哦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说物价控制在2%之内 陈冲你会不知道 这个带动的连锁效应 有多严重吗 披萨涨120块钱 这面的 涨幅5.6% 米包呢 说5块钱 也涨个5块钱 包括饭包涨幅 有14.3% 教育科书一涨就24% 我请教师博文 这在干嘛 小俊 这是全面控制吗 还是全面失控的物价呢 我觉得很悲哀的是 你拿的是现在的资料 对不对 一年前啊 我跟大家讲 一年前就是这样子 一年前当时说什么 排骨瘦了 外食足荷包扁了 当时就说什么 要抗掌 当时的经监会主委叫 这个陈淀之 他说抗掌解明院 加薪最有效 有没有加薪 有 公务人员后来加薪 一般民众苦哈哈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这个是主计部有关外食足 就是你在外面吃 外食足的这个指数 大家看一下 2007年 2007年 这个之前都是民进党执政 外食足的指数是102.50 一直到2008年 立刻飙升到110.14 从马英九执政之后 每一年不断的往上升 今年更严重 这个难道就是马上好了 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生活吗 我今天在这边提出 这个台电真的太可恶 因为台电这次的涨价 会再带动另一波的涨价 台电给我们的这个理由说 因为经济不景气 所以我们买那些所谓的 这些民间的用电 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 我们要买更贵 这个合理吗 经济不景气 用电量更少 所以照理讲 我们现在应该买的 用电量更少 台电可以减少更多的浪费 第二点 你知道台电最可恶的是 我们一般都是 应该要鼓励尖峰时间 尖峰时间用电量比较贵 可是台电是离峰时间 也把电价调涨百分之六十 让人民根本过不下去 来 年华 我相信 我对国民党政府很有信心 今年的CPI做出来 一定在两%以下 你放心啦 小军 你要对国民党有信心 绝对可以做到两%以下 因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万物都涨 只有薪水不涨 不经济会主委 已经不是刘亦如 刘亦如当时的警测 对策信号可以这样做 这个是有遗传的 这个是有遗传的 我们现在看到是万物都涨 只有薪水不涨 到时候CPI会出现很多 叠价的东西 你放心 因为我观察过去好几季的 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它都会出现 很多样叠价的东西 叠价叠很多 然后把你上涨一平均 就在两%以内 而且那个叠价的东西 是你平常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那他现在今天做什么 今天开会了对不对 对 开会有那么难吗 那个叫做作秀 小军 我跟你讲 行政院那什么平易物价小组 不用出来作秀 今天说北检也来凑人 所以要去查 北检 先去查中油跟台树 这两家就是联合垄断 就是联合轰台物价 你怎么不敢去查 北检你为什么不敢去查 那为什么不约谈了 已经讲这么多了 你去查大卖场是什么用 今天我要帮大卖场的页 今天莫姐姐说去约谈那个梦想家 我想说 怎么唱点 坑他梦想家就奇怪 你去查大卖场干什么 行政院你去盯大卖场干什么 大卖场是通路商 它不是制造商 通路商它也要利润 它也要生存 你今天制造商如果涨价 你叫通路商不涨 你又去买过抗涨专区里面的东西 我去看过 你去看过 根本不想买 不想买 因为那是我用不到的东西 我干嘛去买它 那都是存货你知道吗 对啊 都是存货啊 来 我们进一段广告 同时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播放几个非常关键性 佳龙也告诉我们 我觉得人民应该要给 这样一个政府力量 逼迫马英九造歉 你觉得不可能吗 其实我觉得是可能的 是人民愿不愿意站出来 同时我们请佳龙帮我们还原 到底到目前为止 这样子涨价 没有道理的状况之下 在没有合理交代之前 哪些国民党立法院 他是支持这样子暴涨了 休息片刻 马上再回来